大锅里热腾腾的手工面线糊 散发浓浓香气 里头有吃肉条 蛋花和小虾米 市路港在地人的早午餐和下午茶 也是不少游客到路港 必点的特色美食之一 一碗只要铜板价30到35元 大碗也只要40元 相当便宜 不过最近店家纷纷贴出涨价公告 百年面线糊老店往往提前宣布 一碗要调涨5元 立家蚯蚓龙山面线糊 以红面线为主 加入虾仁 蛋花 葱头 还有灵魂煮角赤肉 每天一开店 老板和员工就忙个不停 内用外带人潮从不间断 同样也决定 从11月1号开始调涨5块 小碗涨价后35元 大碗45元 光是我们一些主要的原材料 大概都涨了有三成是两成以上 然后后续的话 一座还要再涨 老店一家都误误到长 所以我觉得这样涨大 就是你变成正常 还是会接受 老店撑不住其他店家 也在老店宣布涨价后 同步跟进小涨5元 因为现在原物料都涨很多 对啊 我们猪肉都已经涨两颗去了 都还没长 就是还在吸收 陆港第一市场是面线湖战区 尽管店家宣布调涨5元 客人还是觉得很便宜 毕竟在物价原物料飞涨的时期 能以同反价 吃到传统道地的古早味美食 已经是难得的小确幸 东森新闻 陈永义 吴俊祥 在彰化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吴俊祥